你看著我認錯啊 你如果真的不對 你就看著我啊 你那什麼態度啊 我真的錯了好不好 以後不會了 你是要問迪音是不是 對 這個跟迪音順利在結婚的話 我要好好的謝謝 你不用包紅包 你做主胃 好不好 在此跟迪音 慎正地說一聲 對不起 我錯了 迪音 你真的覺得 我們吵架會輸你們嗎 我覺得就是我剛剛講 當然理由之一就是真的詞窮 我覺得男性的確是比女性 在文字的使用上面 語言的使用上面 本來就笨拙 再加上男生呢 很會氣一上來的時候 其實在當下 你可能原來還真的有話罵的 但是一時也罵不出來 還有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男生生氣以後 習慣性用那種 不雅的文字 對 那遇到這種 你需要講出真正的事情的時候 不知道用什麼話講 你 我又不能講這種 對不對 因為 而且我們剛剛做了一個 就是說很清楚的示範 就譬如說 你們丟過來問我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冷靜地回答 對不對 對 可是我丟過去的時候 你們三個 就完全就是這樣 就是男生在碰到 突發狀況的時候 危機處理是比女生差太多的 而且男生喔 承不承認 就算是有理 他站得住腳 在吵架的時候 如果說女孩子一掉淚 就輸了 你覺得有沒有理 當然不是 你不是這樣子的啦 對 你不會輕易掉淚的 我都是對手掉淚耶 對啊 有 算了 你不要再激怒他了好不好 你吵架真的有輸過嗎 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也不是輸贏的問題 我比較會 事實上其實我不是一個 愛吵架的人 雖然我知道可能會吵贏 可是我的確就是說 碰到了一些 你碰到那種原則問題 或距離力爭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會 你知道 女生 大概很多會像我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我們覺得 就是這樣 所以你怎麼跟我辯解 都沒有用 但是我多半 其實我真的要跟對方 就是說對立的時候 我其實是冷戰巨多耶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比如說 我不太會 我不太愛 我不喜歡那個吵架的氣氛 太熱烈了 對 就是我覺得 因為你在吵架的時候 你說的第一個都是氣話 第二個 就算我覺得 我說得很有理 他也聽不進去啊 真的 對 所以我就不理他 當下不要吵比較好 大家各自去想清楚算了 男人說什麼臉呢 男人說什麼臉 什麼死啦 不是 你一早屈東橫就 他整個人就已經 整個人長得就是抱歉 就是認錯 對 就是你 認錯 認錯要終於 我想 唉唷 這個 這個是好像某個 某個是要怎麼樣 某個是要是這樣 認錯的意思 你剛才是認錯嗎 就你把的馬子都比你高 這樣就不行啊 一定是對不對 那那個比較常演戲的 認錯你怎麼認 而且是跟有感情的女生認錯 怎麼認 看著我 怎麼認 好吧 對不起 認錯了 這樣不行 態度吊兒郎當 不是打心眼 你就不是打心眼裡面認 你光嘴巴認有什麼用 你要 從頭到腳 你要有理而外 你就要認同 你就要 剛剛就是做錯了 過去 我這樣好做 你吵到志工嗎 你吵到志工嗎 你要叫我認錯 不 對啊 對什麼 你看著我認錯啊 你如果真的不對 你就看著我啊 你那什麼態度啊 對不起好不好 什麼叫好不好 我錯了 幹嘛這樣 對不起 我真的錯了好不好 以後不會啦 以後最好不會 絕對不會 我保證 真的 不會在人家樓下 不會... 不會在人家樓下 不然喊我愛你 那像妳講 我們男生 你們有時候放不過 就那個點要吵清楚 對 那相對的 如果說有些事情 你會主動去認錯嗎 我不代表其他女生 我不會 那為什麼 你會跟你兒子認錯嗎 會 會囉 會 當然會啊 他是我的死穴 當然會啊 就你怎麼去跟一個 小孩子講理呢 雖然他也是小男人 可是你怎麼去跟他講理 他就是小孩啊 我們也是小孩子 所以你是 你是小孩子 你是小孩子啊 我幫你把尿 不要 我現在不想 我現在OK 我不會包尿布 所以在你的思想裡面 你是小孩子 你並不是跟你兒子認錯 因為你認為他不懂 沒錯 你講對了 就是說我還是不認為我錯 我只是因為他是小孩子 小孩子就是 對 我就讓你 讓跟認錯不一樣嘛 OK 那個真正的那個來賓 跟你們吵架 吵架沒有啦 你說他如果說 唱完有點 不熟 那當然是 每一個人會有他的情緒 可是難道你們都 你們都沒有曾經 有一絲的不忍心嗎 會 這樣 不會嗎 會啊 就是當像你們這樣子的人 唱得慘不忍睹的時候 我們是應該的 就 我是說有一些 比如說比較年輕一點 表演經驗比較沒那麼充足 像我們這種臉皮厚 反正你罵嘛 隨便我也不是歌手 那尤其是這種年輕歌手去的時候 萬一被弄 你不會覺得 有點... 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 就事論事啊 如果你真的就是沒有唱到那個音 然後你就是歌詞就是忘記 或是你就是沒準備好 因為我們也看到有一些人 你以為他不會唱歌 結果他才唱還... 曾不賴 那你相較之下你就覺得 那有準備的人 他永遠就是會看到那個認真度 所以你不要以為都在亂罵人耶 我們不是覺得 都被悶鍋給學壞了 你知道問底音是吧 對 因為他好像去過 他是屬於哪一種的 對不對 他去過好幾次 他來過很多次 他... 他是屬於就是說有特色的藝人 你知道畢竟... 畢竟... 這要拍我啦 對啊 好 畢竟... 所以他現場... 現場是你們平良心講 反正今天不是你們節目 他現場唱的是可以嗎 不可以啊 他有被噴乾冰啊 被噴乾冰就是不及格 就沒過關 就淘汰了 這樣子 就沒過關 他怎麼回家跟我說 他每次都很厲害 對啊 那你們那個評審 對他講話會不會比較客氣 也是直講啊 也是直講 但是他是會直接 會含口的 是不是就有膽怯的 他是直接走到前面去 嗆聲含口的 所以他還是會威脅評審 對 然後後來就是... 評審就變得就是說 因為他的確在他的專業裡面 是我們要佩服的嘛 譬如說他的這個 台語一定講得比我們好 所以我們就說 評審就有考他 就譬如說那種偶像歌啊 就以前的那種偶像歌 像那種什麼 金睿瑤的那個 飛向你飛向我 對 台歐 沒有人會 你們為什麼這麼喜歡 找他上你們的節目 你平良心講 他是有效果還是怎麼樣 他當然是有效果的 有效果 他上你節目 不是收視率也很高嗎 上我節目那不一樣 為什麼 這我的節目 他當然要來上 可以 他來上你的節目 也比別的人上節目 收視率高不是嗎 你幹什麼呢 沒什麼表現的 我知道要給戴哥知道嘛 最近我常常聽到迪音 聊你們的節目 但是我每一次都沒有看到 因為我在開工 那你就不懂了 他在給你更明確的暗示 暗示什麼 因為他每次到我的節目來 他都說 沒有錯啊 沒有錯 沒有錯啊 他這個不是暗示 這是我們的共識 沒有錯啊 剛好你今天問了嘛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真的是他這個是 如果這個 跟迪音順利再結婚的話 我要好好的謝謝 你不用包紅包 你做主位 好不好 我不要 我是 OK 我是掛了 你把我拜的 放主位上面 不是 這個我們是 你知道嗎 那種 好 那你乾杯我可以啊 好 好 我們今天主題 臨時改了 叫做 孫彭宇 李明依聊一聊 這個主題非常的棒 感恩之夜 不是 他很感慨啦 當然啦 我了解啦 可是難道你那時候 不是因為先有後婚 你真的是因為你 你非常知道 你跟他會結婚才懷孕嗎 我請問你啦 有小孩可以懷十八個月嗎 有啦 所以你是 你當時就是 你跟他結婚的時候 你並還沒有想到 生小孩那件事情 沒有啊 我第一次主持節目的時候 是跟桃子嘛 跟文英阿姨 我們三個一起 就什麼經驗女人相 那是我第一次主持節目 然後那個時候也比較就是 因為我就是非常的好惡分明 那可是因為那時候 反正主Key是桃子啊 好 然後呢 我就可以 就是我不喜歡的人 他到現在都還在講 就我不喜歡的人來的時候 我就直接這樣 然後就從頭到尾 真的啊 然後後來就再碰到 因為我們有一個單元 是一個醫生在那邊講什麼... 然後碰到一個 我很討厭的醫生 我就整個躺在床上這樣 然後就到整個 就是反正就讓他問 也讓文英阿 就我也就不想講 你就隨便也不玩就對了 對... 我不想理這樣子 那一集就放棄就對了 對 讓他們兩個去 對... 就擺明的 但是所以我承認說 那個時候是你比較 就你比較不懂事 你不知道說其實你... 對 你主持 你本來就是 會碰到各式各樣的人 那當然因為那時候 也有他當主Key啦 就是說他也... 他也OK 如果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當然就不能裝死啊 如果你打算 要再取敵音的話 好 就說 我當然不是敵音 但是我也很了解 再怎麼大方的女生 當然面對媒體 面對鏡頭我都說OK啊 他逢早做的戲 誰可以受得了 一個快要跟我結婚的男人 到另外一個單身女子的 住家的樓下 誰是... 不是戲裡面 然後 不是 那個是我們聚會的場所 也是 你就是在 馬路上叫 然後所有人看 然後人家認得女生紅耶 好... 我對那天的行為 在此跟迪音 盛政的說一聲 對不起 我錯了 的音 請... 我是做 最壞的示範 以後不會了 對不起 我會冷靜的 好好的 對不起 真的不好嗎 不好... 對 那個是 好不好 什麼 你道歉